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 第七阶段第四阶课的内容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多元线性回归 也就是说Modible Regression 它的理论部分 在7.3内容中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多元回归分析中的模型 方程 估计方程 计算流程 以及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但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我们说因为估计 B0 B1和B2 这几个估计值的运算 牵扯到线性代数和矩阵的比较复杂点的运算 所以呢 我们就不跟大家介绍推导的过程 而直接利用Python等 编程语言的架包来进行计算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结合上节课给大家说的内容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Python中进行回归的分析 好 我们再回归一下上级课的例子 就是说一家快递公司 那么有一些数据 比如说有十个运输的任务 那么每一个任务中的第一个变量呢 指的是运输的里程 英里数 第二个变量指的是运输的次数 然后我们的Y呢 指的是总运输时间 我们想估算出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建立的这个方程 需要求的就是这个B0和B1的值 我们有两个变量 X1和X2 所以我们求出B0 B1和B2 这三个参数的估计值 有个小小的错误 给大家纠正一下 上节课我们说这个Y值 当我们用B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的Y值是对Y的估计值 而不是真实值 所以这应该有个小小的小肩帽子 在这块叫Y hat 好 我们在上节课的这个课件中 怎么样啊 当时说的是Y 其实应该是Y hat 是吧 是一个估计值 好了 那么现在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再用Python 来进行这个多元回归的分析 我们首先看一下 在Python中 因为我们要用到一些 价包 还是用的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个PyLearn2 那么它所用导入的这个数据类型 是一个 需要使用这个NumpyArray 这个科学计算包 所以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 把我们所要使用的数据 来存在一个 比如说CSV File里面 就是逗号分格符 类似Excel的 逗号分格符的这个文件中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Python 来读入这样一个数据 是吧 所以我们很简单 就是说把这个数据 先CopyPaste 这个拷贝 然后来粘贴到一个 类似Excel这样的编辑器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要这个Title 就是这个每一列的名称 但也可以不要 就看我们怎么读取数据 如果我们要Title的话 我们就从第二行开始读取 因为我们现在核心需要使用的数据 是这三列是吧 不需要第一列 第一列只是一个 我们这个驾驶的 不同的任务的名 这个序列号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这三列的数据 那我们现在简单就是说 首先我们把数据来拷贝 并创建一个新的csv file 把数据来粘贴进去 是吧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我们把数据粘贴到这个csv file里面 它呢第一列对应的就是这个 英里数第二列 就是运送次数 第三列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应变量 也就是我们y的值 总运输时间 好 这时候我们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文件存好了 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delivery.csv 这样一个文件名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 看一下python的代码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提示一下 就是说使用python的时候呢 我们读文件名的时候 和不读文件名的时候 就是说根据我们实际数据的这个呈现方式 如果我们第一行有文件名的话 我们需要把第一行来越过 从第二行开始读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数据的值 来粘贴到这个csv file里面 csv文件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读取这里面所有内容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ython的代码 首先呢 第一步 就是说我们现在 要 从这个csv file里面读取数据 并且把它转化成 这个numpy array的格式 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python里面有一个支持矩阵计算的包 叫numpy 把它要变化成一个numpy array 就是这个numpy这个矩阵的一个形式 所以呢 我们需要导入两个包 第一个包是用来我们可以把我们导入这个数据来转化成 这个numpy array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当然使用这个numpy array了 这个包 所以我们来导入 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还是使用 之前给大家一直在介绍的这个sklearn 就是python提供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 集体学习的一个 酷 它里面呢 有一个数据集 还有一个叫linear model 这样的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样的模型 给大家直接来调用 python里面的回归分析 给大家进行建模并且预测 好的 那所以我们导入这三个架包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当然要读取这个数据了 所以呢 我们创建一个变量名 叫做datapath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我们所创建的这个存取数据的文件 叫做delivery.csv 然后呢 它所在目前电脑上所存储的路径 是这个路径 是吧 D盘叫的这个路径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r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特殊的字符 斜杠加特殊字符 它有一些特殊意义 比如说斜杠加n它是换行 所以这个r放在前面 是为了保险 就是我们认为 r之后我们把它认为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字符串 一个string 而来忽略里面任何的斜杠和特殊字符 所以呢 这个r表示的raw 也就是说这个 原始的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 就是通常我们为了保险期间 我们给之前前面加一个r 也就是说 对待后面所有的这一串 作为字符串 所以这是万一有一些特殊字符出现 它也会忽略它 我们就把这个路径可以保险的读进去 好 这是第一行 所以datapath 它就读取了我们所存储数据文件的 包括文件名的这个路径 那要下来这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 这个有一个 用这个down 我刚才导入出来的这个num priority 我们用叫gen from tex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相当于这个文本文档 就是用逗号分格值符 分开的这个csv的文件 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文件 它的路径 第二个参数就是它分格符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是我们是csv的文档 所以我们的分格符是逗号 那么这两个参数填进之后呢 它将把这个路径下所对应的文件来导入进来 并且把它当作转化成一个numpy array的格式 也就是说numpy的这个矩阵的这种格式 因为我们之后所使用的这个sklearn的这种包 通常它所取的这个数据类型 都是numpy array的这个类型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generate gen就是说是生成from text 从文文件中提取数据 并且把它转化成一个numpy array的数据格式 然后我们把它存党在这个 保存在这个delirate data 这样一个变量名里面 就是说我们来把这个变量名 用来存储我们的数据 好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存进去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是吧 所以我们打印出来一个data 然后把这个数据打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把后面的 我们先暂时的 来给它 注释掉 好 我们来先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大家看到 我们打出来的数据 就是一个numpy array 那么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csv file里面 csv文件里面填入的这个三列值 是吧 只不过这里面把数值 当作一个float 付点型的数据来保存 为了后面的计算 好 这里没有问题 下面 我们开始 嗯 要把我们的数据中拆成两部分 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机器学习中 我们现在 的x 对应的也就是我们 统计量中指的这个 所有的x1 x3 也就是xp 是吧 它是一个矩阵 所以呢 我们x1 就相当于第一列 是这个运送的英里数 第二列x2 指的就是 我们所要运输的次数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矩阵拆成两部分 也就是 最后一列 这个是y 是吧 就是我们要预测的这个 总运输时间 所以我们把所有前面的这个x 当作一个矩阵 来分拆出来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有一个变量 叫大写x 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提取 第一个 这个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要取断行 大家记得这个python中 这个冒号代表所有行 是吧 因为我们要把它拆成两列 但是我们把所有行都需要 所以我们先用一个冒号 表示所有行 然后断号之后 我们要取列 列数 这个python中有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用-1来表示 倒数 第几 是吧 就是说倒数第一 就是说我们从所有的 第零列一直到 倒数第一列 但不包括倒数第一列 那就是说我们提取前两列 是吧 这个非常方便 就是说 凡是我们不知道 哪怕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用 调用这个 行数和列数的方程 我们直接可以取 从最开始 一直到 倒数第二列 也就是说从最开始 冒号到-1 -1本身指的是最后一列 但是我们现在不包括它 所以就是这个倒数第二列 好 那么分拆之后呢 我们还要分拆出来这个y 是吧 所以x值就是目前 我们看到这个矩阵的前两列 那么y值呢 相似的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取这个最后一列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所有行 然后最后一列 好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以前 之前原始的数据分开成了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数据挖掘中 或者叫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中的一个特征点 好 在统计中 叫做自变量 x就把它分拆出来了 然后y呢 就是我们的输出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因变量 把它分开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来适应 就是建立我们的模型了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先打印出来看一下 x和y和之前预想的一样不一样 好 大家看到 我们的x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前两列 y呢 是一个向量 它就对应的是最后一列 好 这时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 利用这个sklearn里面 它本身带有的这个线性的 线性回归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如何来调用这个线性的模型 我们看到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变量 叫做regression 是吧 就是代表我们 主要创建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 直接调用我们刚才 所导入的这个sklearn里面 包有一个叫 linear model 这样一个包 那么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linear regression 当然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线性回归模型 调用它之后 我们首先建了一个模型 然后这时候在模型 这个模型上面 我们要 要调用.fit 这个方法 是吧 大家也发现了 我们所有的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在调用的时候 传入这个 输入x和y 特征值和这个标签 或者叫y的输出变量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都是一样 都叫做fit 也就是某种某种的model 某种模型 .fit 就是对x和y 具体数值进行建模 那么 建立的模型 就存在这个regression 就前面这个变量名 就代表这个模型的变量名里面 好 那么这里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叫做regression .fit x和y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特征值 一个是我们的标签 或者叫输出的y值 好 在调用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就把模型存好了 下面我们可以打印 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的目的 大家还记得 就是算这个 b0 b1 b2 这三个值 是吧 我们对参数的估计值 所以在模型里面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coefficient 它就指的是 我们通过建立模型 和对应 根据数据集 来算出来的这个模型 中的参数预测 也就是b0 b1 b2 一直到bp的值 所以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 这个intercept 之前的这个coefficient 就是我们从b1开始 不包括这个截面 因为它只是跟x 相结合的这些值 从b1开始 所以这个intercept 这个属性 对之前的这个 建好的模型 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 类似于截距 这个截面的这样一个参数 把它打印出来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们先忽略后面的代码 我们看到 这里显示的这个coefficient 有两个 一个是b0 一个是b1 分别 我们打印出来了 我们算出来是0.06和0.9 然后这个类似于 这个截面的东西呢 是0.4的0.8 这个和我们之前 给大家公布的这个 例子中的答案 是一模一样 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给大家 上节课 说到这个例子 我们说 假设我们通过 牌藏或者某种 模型算出来的答案是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就验证了一下 我们确实从代码中 算出来这个 对b0 b1和b2中的这个 估计值 也就是说 原始的这个参数 β0 β1和β2的估计值 b0 b1 b2 分别值三个数 好的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解决这个 预测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 我们上节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 假设 大家记得上节课问题 就是说 假设一个任务 它要是跑102英里 运输六次 那么预计多少小时呢 当然我们就把102和6 分别以 x1和x2 带到我们之前 算好的估计模型中 算出来这个y值 就是它的值 我们同样可以 根据刚才我们的python的代码 通过我们建模好 建立好的模型 来调用这个predict 这个函数来进行预测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现在需要传入 一个x1值和x2值 对吧 来作为一个array 来传进来 所以我们102是102英里 6是运输六次 然后呢 我们把 要算出来的值叫做ypredict 就是y的预测值 然后我们在 刚才建好的模型上 来调用这个predict 也就是调用这个预测的 这个方程 传进去的就是 一组x的值 那么算出来的值 就是我们预测出来的y值 好 我们现在打印出来 y值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我们打印出来的y值 是10点9 和我们手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预期 有一个新的任务 当它有102英里 需要运输 需要运输六次的时候呢 那我们所预计出来的 这个y值 需要总时间呢 就是10点9个小时 通过这个例子呢 相信 希望大家理解了 我们如何通过 调用python中的 sklearn的包 来解决 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继续介绍 我们上一节课 所讲的这个 多元回归分析中 还有一类就是当我们有 x字变量中 有这种分类型变量 我们如何来解决 如何来处理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转化 因为分类型的变量 我们不能直接利用它的数值 来当作x进行运算 对不对 因为它012这三个数字之间 没有大小的关系 只是代表三类而已 那么我们使用的方法呢 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样 我们引入一个叫dummy variable的概念 也就是说把每一类型 它存在和不存在 用01来处理 进行一个转码的过程 好 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 当有分类型变量的时候 我们如何进行这种转化 然后进行线性回归的这个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设有一个数据集 把它已经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集 我们加了一列 车型 比如说三种车 小车 SUV 卡车 分别是012三种车 那么我们如何把它来转化成 这种数字型的变量呢 我们来这个Excel里面 来看一下 对吧 就假设我们现在数据是这样子的 英里数 次数 车型和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车型 转化成数字型的 它目前只是数字值 代表不同的类别而已 好 那我们先 做一个尝试 我们先插入三行的三列空格 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来转化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分别用三列来表示 每种三种车型 012 也就是说 在第一列中 到底是哪种车型 我们现在说是第一种车型 所以呢 我们就在1这个地方 填写1 这个1只代表是有或者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一行一行看 对于这一行来讲 我们就说 它车型是什么样的 是1 它使得是SUV 那么SUV这里面就是有 就是说每一个格 我们填入的值 只是0或者1 1代表是当前有 用到这个车 如果是0的话 就是没有 那么对于第一次任务来说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SUV 也就是车型为1的车 所以在1的我们填1 那么0代表是小车 那这第一行 我们没有用到小车 所以我们就填0 对不对 好呢 然后下一行 2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指的是卡车 那么第一行呢 我们用到的实际车 我们看到因为是1 它指的是这个SUV 所以它卡车这里并没用到 所以我们填0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转版的过程了吧 就是说 它对应的是哪种车 我们就把它编码为 这个类似的是吧 就是说 我们把它对应的 这个车型的编码 编为1 剩下的编为0 那好 大家看到 我们第二次运输的任务的时候 是0 是吧 0什么意思呢 0代表的是 我们说是小轿车 那么 在这一列 小轿车的这一列 值就是 它现在是有用到小轿车 所以是1 那么自然对应的 另外两行 因为没有用到 它是小轿车 而不是SUV 0 也不是大卡车 是0 好 大家看到 这个转化的过程 好 所以对于第三行一样 我们用到的是 SUV 没有用到 所以SUV这儿是1 然后另外两个车 当然是0了 没有用到小轿车 也没有用到大卡车 所以这种情况和上面第一种情况是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们用到这个是属于大卡车 所以大卡车这个栏我们填1 那么前面两栏就填0 好 相信通过这几个例子 同学们已经看到我们如何来把这个数据型的变量 就是稍微类别型的变量 转化成这个数据型的变量 是吧 转化成一个三行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次把这个填转化完 然后还是001 好 下面是1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010 最后是小小车车 所以100 同样这里是100 好的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转化的过程 所以呢 取而代之用车型这一行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就用到这三个变量 它01来代表它有或者没有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数据型变量 来放在这个线性回位模型中进行计算 好 那下面我们把我们刚才转化过的数字来copy出来 建立一个新的模型 我们直接通过python来进行相似的这个运算 好 我们copy一下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新的CSV文件 但是我们叫一个这个 dummy variable是吧 已经转化好了 就是dum 就是我们如果已经转化过了 好 我们把它成为一个CSV的格式 打开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创建一个直接创建一个新文件是吧 也可以 所以呢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现在想创建一个新的CSV文件 CSV文件 好的 这里面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刚才所 拷贝的值现在来粘贴到 刚才所选的值里面 好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列还是刚才所指的 英里数 第二列还是运动次数 这一列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我们把它已经转化成了后面这几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列本来是指的类别性的数据 我们转化成三个 这个dummy variable 所以我们把这也删掉 好 下来这个数据集我们就直接可以用来进行线性回归的建模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多元线性回归 这一次我们有几个X呢 X1 X2 X3 X4 X5 这是Y指 所以我们有个5个X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我们来保存为这个CSV的格式 同时给它提一个名字 叫做 叫做Dummy Dum Delivery 也就是说我们存储的这个是运输这个数据集的Dummy variable 并且把它转化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存到我们刚才同一个目录下 还有一个Drama的一个选择了 我们现在是选择于默认的 好 我们首先打开看一下我们存储的这个文件 对不对 好 没有问题 就跟我们存过了这个文件 现在我们用相似的这个代码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也就是换文件名等于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X的变量比以前多了几个 之前我们有两个变量 那么现在我们有五个变量 好 我们来把之前的代码拷贝一下 创建一个新的Python的模块 来给大家正在这个例子进行建模和分析 好 好 假设我们现在叫一个 Multiple regression regulation的这个dummy variable 这样一个什么块 好 首先我们把之前的代码拷贝过来 只要做一些简单的更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整体的这个工作流程跟之前是一样的 那么需要做更改的就是说文件名 我们现在用的数据 保存在另外一个CSV文件中 所以我们把文件名改成我们现在需要用的这个转化过的这个文件名 好 来 文件名拷贝一下 到Python之中 好 在这个之后呢 这一步并没有变 我们把它转化为numpy array的格式 我们首先把这个数据打出来 打印出来看一下 给大家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下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数据 跟我们之前数的CSV文件里面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其实几乎都不需要跟我们之前的代码 是吧 大家现在就看到这个 体现出来Python这个语言 它的一些特性的一些好处 就是说 我们之前去exit之后 是从倒着取的 就是说我们从最开始取到倒数第一列前面 所以呢 我们仍然是所有行 从开始到倒数第一列之前 不包括倒数第一列 那么 对目前仍然是适应的 之前我们是取前三 前两个列 那现在就变成了前五列 那么Y呢 仍然是最后一列 好 这是我们可以打印出来这个X和Y看一下 好 我们就打印出来这个X和Y 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仍然重复刚才的过程 就是我们要来建立这个多元先进回归的模型 并且把我们之前的X和Y的数据导入 填到这个参数里面 来进行适应这个模型 fit 然后呢 把我们要求的这个参数估计值打印出来 也就是coefficient 就是从B1一直到我们现在有五个B 对吧 因为我们有五组X X0 X1 X2 X3 X4 我们现在有五个X 从X1开始到X5 那么估计值呢 它的Beta对应的就是Beta1到Beta5 还有开始的一个截面Beta 所以它这个我们估计值称作Beta1的估计值是B1 Beta2的估计值是B2 一直到Beta5 B5 所以我们的coefficient就是B1到B5的值 这个截面呢是B0的值 我们分别把它适应过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估计出来的值打印出来 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就算出了B0 B1 B2 B3 sorry 是我们从B1开始算是吧 我们B0值的是下面这个截面 所以我们就是B1的值B2的值B3的值B4的值和B5的值都算出来了 并且我们算出来这个截面的值 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运算 好 希望大家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学会了如何用Python来进行线性回归的分析 而且我们也知道如何在我们的X变量是一个类型变量的时候 我们如何把它转化为这个01这种Dummy variable 所以呢就可以把它当作数据型的变量 进行线性回归的分析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